两个小孩一间房 这个房间常规不局 刚好住下单亲的小壮 可随着大壮跟离一带娃的前女友附和 原本是家里独苗的小壮 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年龄小时还无妨 关键是孩子越大越需要隐私 老妈担心小壮跟大壮一样 有什么特殊癖好 担心女儿的人生安全 只能心意横脚一跺 然后决定重新装 一 两圈镀心方刚做框架 中间再来几根横树焊接加固 再找二舅妈借点零花钱 买一堆的膨胀的丝 把它牢牢的固定在墙面 包上环保铝木板皆是更耐用 靠墙的墙面贴软包 睡觉的时候不碰头 床边装上护栏 睡觉更安全 铺上松软的床垫 这里就是两个孩子睡觉的床 二 床头挖个洞 几块木板做笔刊 放上儿子喜欢的手办和巴基骨子 开关插座装床头 半夜尿床不用愁 爱女这边一样安排上 平常喜欢的玩偶就能放这里 开关插座装床头 开灯关灯更顺手 装上纱帘 保护各自的隐私 三 中间几个木盒座台阶 搭配抽屉做收纳 两个抽屉收纳儿子的内衣裤瓦 剩下的给爱女存放自己的青春小秘密 上方挂上太奶奶传下来的世界名画 四 床底做组大衣柜 上方收纳过季的棉被 下方全座挂衣区 拿取一目了然 关上玻璃门 美观防灰尘 平常收藏的电竞装备 也能在这里展示 女儿同样要来个衣柜 上方收纳过季的被褥 下方全座挂衣区 短袖裙子都能挂在这 墙面贴上洞洞板 喜欢的偶像明信片就能贴在这 装上隔断就是独立的衣帽间 五 靠墙坐悬空书桌 摆上电脑和学习用品就是学习区 姐弟两个就能一起在这里学习进步 争取考上958 上方再来一组调会 孩子们的海量学习资料和课外阅读 全都放得下 旁边贴上绘画板 展示绘画特长的同时 还能在这墨写单词 卧室这样设计 两个孩子都有独立的学习区和休息区 空间利用更合理 最后再来看看整体效果